在美国的司法部的官网上呢 有一个举报的网站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那个人是特务 但是他还没有去申报 你们可以通过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官网 提供的这个电话邮件去举报 所以我是报道革命的战友 我今天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要给这个发人负责这个监管和执行的这个部门 我就要给他发邮件 因为呢就是作为美国的执法机构来讲的话呢 接到很多的民众的投诉的话呢 司法部呢他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睁之眼 闭之眼 美国的这个司法和权力他在那 但是你不去fight 你不去争取 他不会自动的去给你的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动起手来 我们今天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话呢 请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同时的话呢通过电子邮件电话 然后的话呢向美国的这个司法部 国家安全部去举报这个扇尾件 扇博 其实我们我作为美国一个任何一个居民也好 公民也好 你都可以去举报和投诉是吧 是的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